老实交代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险些掉下宣崖 林将军为救我 拉扯到旧伤复发 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好了 好了 就这样就很好 一会儿见到盛上 你就这番再说一次 盛上 好 林将军 你好好生修养 我先走了 我为你而上 你就这般待我 陛下到 子盛啊 怎么就受伤了 太不小心了 陈 陈 见过陛下 双双 见到陛下还不快些行礼 不说来 怎么没有 根本就判了 我先祝你 我先他们 一会儿 你也想要 小女程绍昌不通礼数 还望陛下恕罪 真求问你 究竟为何此伤会救伤复发 程娘子骑马不慎落下山崖 陈正巧路过便把她救下 牵扯了肩伤旧伤 是为了救人哪 程娘子 你之前见过此伤 见过数次 所以不能置之不理 真是在问程娘子哪 程娘子 那你是在何处见过此伤啊 这些话陛下问臣也可以 你别说话 臣问谁谁说 程娘子 子盛 乃骨功众臣 国之动了 如今你害她受伤 也累了朕痛损一名爱将啊 可执罪 可执罪 陛下 臣女实属无心之失 还望陛下宽忧 若是早知陛下想吓死她 臣方才 就不去救她了 是 这是 你能想不去救我啊 那你要救我啊 好 我还要救我啊 你能救我啊 你还没有救我啊 你能救我啊 帮我救我啊 你能救我啊 很快 你能救我啊 我会救我啊 我这事 你还没有救我啊 他救我啊 重些 罢了 淳娘子也受了一些惊吓 你们妇女二人 先行吞响吧 我和此生说几句话 是 受伤 你好好说 你跟着程娘子 正巧路过 随手已久 不足挂齿 好好好 你说随手便随手 明日啊你随朕回宫 让孙医官 好好给你整治整治 谢陛下官爱 不过臣府上 有最擅长治爹打损伤的衣食 臣留在府中疗养即可 怎么 你的衣室 能比孙医官还厉害 想必是有人哪 想留在府上 等那个随手已久的小女娘 方便上门探病吧 我怕圣上 你怕什么 我险些就没命了 你说我怕是不怕 你怎么又晕得 林不宜一道回来啊 我今日心里 我就 阿傅 若不是林将军救我 我真的就掉下悬崖了 阿傅你就再也见不到鸟鸟了 难道真的这般巧 你一遇险 他便能及着救你 世上之事 就是这么多巧合 就像阿傅娶了阿母 这也是个巧合 你若娶了葛叔母 剩下的就是泱泱堂子 那也不是娘娘我 若你剩下泱泱堂子 我遇你阿母啊 我走了 难道真是我想多了 自身啊 定是因为这陈家小娘子 才故意留在府中智商的 一阵开来 这陈家小娘子 很平庸嘛 而且啊 不懂理数 歇会儿 这这这 这个裹子怎么那么的苦涩呀 陛下 前些年 朝中有大臣 送给子慎娇妻媚妾 陛下唯恐子慎将其纳取 不似霍兄长般高风清阳 愁得夜不能寐 何有此事 有啊 正是担心她贪图女色 品行有损 有错吗 后来子慎将女子归还 终日不见女色 晨日独来独往 陛下又担心子慎 卓尔不群 将来必定截然一人 可有此事 有啊 正是怕她太过清心寡欲 有害身体健康 有错吗 后来听闻 子慎有心悦的女娘 陛下又恨那女娘 先行定了亲 可有此事 真是怕家偶难求 有错吗 如今这女娘退了亲 陛下又嫌她 资质平庸 陛下整日为了子慎的事情 愁眉苦脸 妾觉得只有这未熟的果子 才适合陛下 又酸又苦 像尽了陛下的心 这心中的酸苦啊 有谁能知啊 子慎这孩子 从小就命苦 陛下 妾乏了 她的旧父他们祸世一族 为了国家牺牲了一切 陛下 妾乏了 现在满朝文武 是重 干什么 有满朝文武 何须妾于女子为陛下出谋划策 陛下既然有事 妾就不送了 你听朕说嘛 朕是想跟你聊一聊 朕没有别的意思 曹成 操到善嫁 陛下到 来 来 来 沈安 在外 不必多礼啊 朕此刻心中有些烦闷 向着皇后提朕 思量思量 军国大事 妾岂敢智慧 陛下还是回去 与众大臣商议吧 也不是什么军国大事 坐 朕啊 朕啊 是在愁此生的伤而已啊 所以想皇后 帮朕捋捋 伤病之事 妾不敢做主 还是回去 让孙医官先瞧瞧吧 其实也不是 什么伤病之事 这刚才你也听到了 此生的伤 那是因为 陈家的那个小女羊 而受的 看来紫慎 心悦于她 紫慎啊 年纪尚轻 她 她能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心悦呀 陛下所言甚是 紫慎 悦人无数从不动心 可见 她也并非儿女情长之人 这倒未必啊 又倒是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那紫慎 为什么不能求啊 陛下说得对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官 紫慎爱慕家人 也是寻常事 也有些不寻常 她一定要回府上去养伤 早知如此 这又何必 刺她府邸呢 陛下言之有理 府中养伤 哪有宫中精细 不如让她进宫来 进宫来 倘若到宫中来养伤 凡事都要拘着 会不会对她的商欲 不太好吧 陛下思虑周全 且听凭陛下作主 陛下 您慢点 你来说 程家小娘子 可配得上 咱俩子盛了 陛下 这世间的你配不配 这得老天爷说了算 那陛下何必起人忧天哪 打得好 讨诚啊 你一个 顶他们俩 奴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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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瞎的眼啊 陛下 陛下 你呀 啥也不识